东京都心六区二手房连续11个月创新高 租金也强势上涨 都心六区二手房价创新高 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东京勘泰 位于东京品川区于24日 公布了2023年12月日本二手住宅 平均期望出售价格的数据 此次调查对象为家庭住宅 不包括专有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住宅 办公室和商铺 数据显示 在东京二十三个区内二手住宅价格差异化明显 都心六区的价格上涨明显 卫美70平米一亿995万日元 约海人民币532.81万元 较上月上涨0.9% 连续11个月刷新自2002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价 与去年同期相比 都心六区上涨10.1% 与之相比 东京圈东京都 神奈川县 祁育县 千叶县的二手房价格下跌0.8% 跌至4686万日元 约海人民币227.08万元 其中 东京都整体下跌0.2% 跌至6393万日元 约海人民币309.8万元 神奈川县下跌0.9% 跌至3623万日元 约海人民币175.57万元 协域县下跌0.7% 跌至2971万日元 约海人民币143.97万元 千叶县上涨0.2% 涨至2710万日元 约海人民币131.32万元 在东京圈二手住宅整体微跌的情况下 都心6区却坚挺上涨 逐渐购房者的偏爱以及都心6区的实力 东京勘泰的主任研究员高乔雅之认为 由于投资者和富裕阶层积极购买 使得都心6区的价格持续上涨 可以称为非常规现象 2024年至少是在上半年 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 东京二十三区公寓租金强势上涨 另外根据日本房地产调查公司 东京看泰在1月17日公布的 2023年度日本各区域租金统计数据显示 首都圈公寓的平均年租金 已高达3512日元每平方米 同比上年增长5.5% 东京都的涨幅依然保持全日本第一 价格较上年上涨7.5% 已达到4033日元每平方米 突破4000日元大关 涨幅显著 被受关注的东京二十三区 近一年间的租金涨幅显著 同比上年增长8.0% 目前已涨至4152日元每平方米 在各大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一 区域内所有建筑年龄段的租金水平均呈现强劲上升趋势 达到权限最高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东京看泰公布的12月的租金统计数据中显示 东京二十三区依然位于全日本租金水平第一 其中楼林高以5年以上的二手公寓租金价格 均在全面上涨 创下历史新高 伴随着疫情的退去 人口的流向无意决定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真实行情捍卫来走势 毕竟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将租房文化生殖的国家来说 核心且便捷的地段 已然成为了越来越多本地家庭更加看重的租房条件 那么站在海外安全事业的角度上看 稳定的租金 无疑也成为了保证稳定收益的必要条件 unders Academ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